聽到這個叫聲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沒錯 全球知名創意遊戲公司芬蘭的ROVEO 又要推出憤怒鳥的最新作品 ANGRY BIRDS GO 這次不用把這些神風小鳥送出去撞槍自殺 而是改成了賽車遊戲 不過就跟一般手遊一樣 它缺乏了車體按鈕還有自動油門 所以操縱感好像是少了那麼一點點 不過到底好不好玩呢 不妨親自下載看看就知道囉 芬蘭遊戲大廠ROVEO 在紅色的自殺小鳥大賣全球之後 日前也推出了系列最新作品ANGRY BIRDS GO 這款遊戲看起來像馬力歐賽車 但實際玩起來可是大不相同呢 首先遊戲中保留了使用彈弓彈射來起跑 也可以進行賽車的改裝和強化 大大的提升了遊戲的個人認同感 可惜的是 遊戲中的攻擊技巧不多 每名角色只有一項特技 看穿了這個商機 知名玩具公司Telepots也推出了相關的遊戲盒裝賽車玩具 還可以將購買的賽車置入遊戲中 新聞最後也一起來看看玩具的相關廣告吧 小兵也想要買一台放公司了 電玩宅蘇佩威威報導 打算募金 きた 包 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